今天的实验,我们首先使用两块40千克重的钢地,总重80千克,看电磁铁能否吸附成功。 第一次测试,电磁铁顺利抓举起总计80千克的重物。 接下来,难度即将升级。 第二次测试,由同直接把测试的重量增加了一倍,四个钢地,总重160千克。 吸附160千克重物,实验成功。 接下来,我们选择一块重量为400千克小段H型钢柱,来模拟钢柱的抓举。 就在磁铁吸附着钢柱,准备继续下一个动作时,意想不到的事情发生了。 钢柱突然松脱,重重摔在了地上。 由于出现了意外状况,我们的实验暂时终止。 问究竟是哪里出了问题呢? 通过检查,我们发现,在实验的过程中,供电系统突然出现故障,造成断电。 而电磁铁本身是不具有磁性的,在断电后失去磁性,这才造成了实验钢柱的掉落。 但是,对于高铁施工而言,任何小的疏忽都可能酿成巨大的灾难。 采用磁力吸附这种方式,还能运用到钢柱的抓举安装中吗? 通过多方查找资料,刘同发现了一种叫做电勇磁铁的新型磁铁。 这种磁铁启动后会变为勇磁材料,不需要持续供电,也能保持磁力。 这样一来,就避免了电磁铁断电后磁性消失的问题。 电勇磁铁和电磁铁的区别,在于电勇磁铁的磁力来源于其内部组成磁回路的两种高能吸土材料。 铝铁膨磁钢和铝涅骨磁钢。 通电形成回路,产生磁力吸附金属,而消除磁力则需要反向接通电路,才会消磁。 那么,这种电勇磁铁在断电后,真的还能够保持磁力吗? 我们必须通过实验,眼见为实。 我们依旧采用400千克的钢柱作为抓据对象。 在电勇磁铁完成对钢柱的抓据后,我们切断电源,开始计时。 设备已经彻底断电,为以防万一流同还是拉上了警戒线。 时间已经过去了16个小时,钢柱依旧被牢牢地吸附在电勇磁铁上。 由于钢柱安装的时间一般在5分钟左右, 我们认为,这样的吸附效果可以保障在钢柱安装的过程中, 即使发生断电情况,也能够保障钢柱不会掉落。 不会造成事故。